以哈停火協議在一日宣告談判失敗而失效 据美國和以色列官方說法 停火協議失效的責任因完全歸咎哈馬斯 因為他們最後一天反悔了原先答應釋放的婦女和小孩人質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表示 自從10月7日之後 以色列屢屢釋出調查報告 指出哈馬斯武裝分子對婦女性暴力的案件 美國雖然沒有獨立調查 但沒有理由否認這些報告 一名以色列高階警官甚至向以國國會表示 目前當局已取得了1500多份的證詞 哈馬斯的猛獵的特徵人 犯罪、狂犯、犯罪、犯罪、犯罪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也在5日對外表示 他和獲釋人之見面時有聽到了人之討論 在被押期間經歷了難以言喻的性暴力攻擊 並譴責女權團體跟聯合國無視他們的指控 而支持以色列的民眾 4日也聚集在聯合國總部 抗議聯合國對這些暴行相對的緘默 目前聯合國調查戰爭罪的委員會 已經向路透社表示 會針對哈馬斯在10月7日的性暴力展開調查 但也強調目前委員會的行動 經常因為以色列政府拒絕合作而受阻 歡迎新聞發言知綜合報道